你是自信里头本来无的 七心论里头说的好啊 本来没有的 当然可以断掉 本来有的 当然可以恢复 你本来有吗 只要把障碍放下 你就圆满了 什么时候放下 现在就要放下 能够当下放下的 这个人在佛法里叫上上根人 还在大臣之上 称他为上上承认 他能够听到之后立刻就放下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个示范 三十岁的时候 在菩提树下 入定 把七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 这就称佛了 在中国唐朝 禅宗六族会能打死 在五族方丈式里面 在半夜三更 祖师给他讲经干净 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放下了 大车大悟 明心皆心 无足的一波传给他 慧能那个时候 二十四岁 这在佛法里 成为上上根人 慧能大死 不认识死 在之前 没有读过一部经 也没有听过一次讲 在黄梅祖师 到场住了八个月 也没有经过禅堂 换一句话说 解门跟行门 他都没有站到边 听主是讲经干净 经干净没讲完 大概只讲到四分之一 我们想肯定是讲大义 他就明白了 他就放下了 放下就成佛了 慧能大死 放下 那个境界 跟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 境界完全相同 我们那么耐心 早年又怀疑 现在在大臣 熏悉了六十年 不怀疑了 为什么 礼仪搞清楚了 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稀奇事情 一切众生 人人皆有 顾顾顾不无啊 只要你肯放下了 你跟慧能跟释迦没有两样 你为什么不放下呢 放下就正得大圆满 放下就正得大自在 何必还都要贪恋呢 这个装死去 射起来容易 做起来还真难 难的原因是什么 难的原因呢 前面我们读过 总在 信心上 出了问题 信不过 如果你真的相信 你就做到了 这先贤不足怎么办 啊 好